近年来 中国各地的城市政府正在与国内大型科技公司积极建立合作关系 期待依靠所谓的平台经济 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北京市以及杭州市等地已与互联网巨头达成多项合作协议 重塑城市产业生态 推动产业升级 今年以来 杭州市政府已与360公司和网易等科技巨头签订了合作协议 杭州市政府网站周五发布声明称 360将在杭州设立区域总部专注于本地创新 而网易则在本月初与杭州市政府达成了一项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 涵盖了人工智能AI和电子竞技等领域 此外 北京市 天津市以及深圳等城市也正在积极推动与科技公司的合作 北京市市长与京东快手科技和小米等公司的高管进行了会谈 承诺将支持消费科技产业的发展 同时 今年5月和7月天津市和深圳市也分别与Bidu公司签订协议 计划通过AI技术提升当地企业和传统产业的效率 这些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各城市政府与大型科技公司之间的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城市的数字化转型 也为科技公司的发展打开了新的道路 尤其是在过去两年的科技行业整顿中 许多公司的发展受到限制 这次与城市政府的合作协议无疑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机会 然而 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合作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由于科技公司的运营规模巨大 其运营模式和商业行为可能会对城市产业生态 就业市场甚至是社会环境带来重大影响 因此 如何在推动科技发展和保障社会公益之间找到平衡 将是各城市政府在与科技公司合作中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总的来说 中国各城市政府与科技公司的紧密合作 不仅将推动平台经济的发展 也将为城市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我们将密切关注这一变化的影响和未来走向 欢迎关注编辑宏观财经 让您每时每刻与全球最新消息保持同步